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先生 请他们为大家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下面我们首先请潘公盛先生做介绍 谢谢小林主长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尚无好 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 感谢长期以来对于金融业的改革发展 以及对于人民银行各项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今年以来 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 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和政策取向 在2月5月7月先后三次实施了比较重大的货币政策调整 在货币政策的总量上 更新和设设计划新和设备更新改造的金融支持 基于陈贷款增速的推算法 改成的收入法核算 整治规范手工补息和资金空转 黄和层量低效的金融资源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 在汇率上 坚持市场在汇率新生之中的决令性作用 保持汇率弹性 强化预期引导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尊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货币政策的成效不断显现 8月末 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1% 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8.5% 高于民意基地部的增速约4个百分点 融资的成本也处于历史的低位 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 为进一步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人民银行将坚定地坚持 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前度 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 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阵发展 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借助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我宣布了下属几项政策 第一 降低存款准备精力和政策利率 并带动市场基准利率的下行 第二 降低存量繁贷利率 并统一繁贷的在地首付比例 第三 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公众 支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 第一项是降低存款准备精力和政策利率 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精力 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的流动性 约1万亿元 在今年年内 在今年年内还将是市场流动性的状况 可能择击进一步下降 存款准备精力 0.25 至0.5个百分点 就是 在近的下降 在近的下降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 1万亿元 那么在年底之前 我们跟住情况 可能还会择击再下调 0.25到0.5个百分点 降低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 7天7利回购操作利率 我们说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 是指了7天7的利回购操作利率 下调0.2个百分点 从目前的1.7% 调降至1.5% 同时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 保持商业银行 近期差的稳定 二是降低层量繁贷利率 和统一繁贷再低收付比例 引导商业银行 将层量繁贷利率 降至新发泛贷款利率的附近 预计平均的降幅 大约在0.5个百分点左右 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繁贷 再低收付比例 将全国层面的二套房贷款 再低收付比例 有当前的25% 下调到15% 将5月份人民银行创设的3000亿元保占型租房贷贷款 中央银行资金的支持比例 有原来的60% 提高到100% 增强对银行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 将年底前到期的经营性物业贷款和金融16条 这两项政策文件延期到2026年底 原来这两项文件来是到今年底就到期了 我们和金融监管总局一起 把这两份文件来延传到2026年底 三是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支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 创设正传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 支持负荷条件的正传基金保险公司 通过资产质押 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 这项政策将大幅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 和股票增持能力 第二项是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贷款 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 提供贷款 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 我刚才介绍的呢 擅述的政策主措 我们将于近期 在人民银行的网站上 诸线的发布政策文件 或者是发布公告 我先呢 简要的介绍这些 一会儿呢 还要会和云泽助长 吴卿主席一到了 就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呢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潘行长 下面我们请李云泽先生 做介绍 谢谢小绿局长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尚无好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首先啊 还是代表金融监管总局 向各位蒙喜朋友 长期以来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呢 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以来 金融监管总局 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主动作为事不必难 统筹推进防风险 强监管促发展 三大重点任务 各项工作迈出监使步伐 在防风险方面 我们聚焦重点领域 压查推进化险工作 努力为经济发展 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 积极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坚决避免风险的外溢和传导 目前高风险机构急剧的地区 都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改革化险方案 正在按照一省一策 稳妥有序的推进实施 同时我们也指导银行保险机构 积极配合化解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业 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 经营稳健 风险可控 伴随房地产 地方债 以及中小金融机构 三大风险逐步化解和缓事 金融风险正在稳步收敛 我们会坚决守牢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强监管方面 我们坚持标本监制 以改革破难题 以制度促规范 不断增强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引导银行业 保险业 回归本源 聚焦主业 实现错位发展 优势互补 推动出台保险业新的国事条 及时完善资管规定 持续强化 非银机构治理 优化夯实 信贷基础管理 推动解决制约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 深层次的问题 引导金融机构 优化布局 苦练内功 积极应对 净息差收窄 和利差损风险 聚焦防控实质风险 切实落实 禁止免责制度 同时 严肃查处 重大违法违规限 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在促发展方面 我们着力打通 读点卡点 提升经济 金融的适配性 加大对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力度 强化对两重两新的融资保障 大力支持 因地制宜 发展新制生产力 截止到今年八月 高技术产业贷款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同比分别增长 13.2%和15.9% 推动小微贷款 增量扩面 一视同仁 加大对民企业的支持力度 普惠型小微企业 和民企业贷款 同比分别增长 16.1%和9.1% 指导保险机构 全力做好重大事故 和暴雨 台风等自然灾害理赔服务 帮助受灾群众 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 今年前八个月 保险业已累计赔付 1.55万亿 同比增长26.1% 下一步 金融监管总局 将积极加强 与市场 和各位媒体朋友的沟通交流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刚才排行长 就有关政策调整 已经给大家做了通报和介绍 关于有关的监管政策的 一些优化和完善 一会儿我在答案环节 会跟大家做一些具体的交流 我们将努力营造 稳定 透明 可预期的监管政策环境 持续用力 更加给力 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滞销 为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谢谢 谢谢李局长的介绍 下面我们请吴清先生做介绍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在这里还是 非常非常地感谢大家 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的关心支持 还有对证监会工作的关心支持 为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今年四月 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国酒条 我们认真抓好落实 会从相关方面也制定了若干个文件 并且制定和修订了一批 还有五十多项的规则制度 与新的国酒条一起 形成了一加n的一个政策规则的体系 一批重点措施也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资本市场的强监管防风险 促高质量发展 应该说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 一个是市场生态进一步的好转 坚持监管的掌牙带刺有龙有角 国办转发了证监会等五个部委 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 综合称房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意见 到八月末已经查办的证券期货违法案件 有五百七十七件 特别是严肃查处了 包括像恒大地产 中和太白等一些重要的案件 而与财政部从严查处了恒大地产 审计机构普华永道 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二是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完善 优化发行上市分红减持交易等等 各个环节的制度规则 上市公司在2023年度的分红 达到了2.2万亿元 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那就是加强程序化交易的管理 程序化交易监管 规则进一步的严格 暂停了转融券业务 深入推进公募基金费率的改革 推动行业机构把功能性的建设摆在首位 三是市场功能保持基本发挥 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保持了IPO债融资一个适当的节奏 持续提升境外上市的 备案管理的相关工作的滞效 稳步发挥债券期货市场的功能 前八个月交易所的债券市场 发行各类债券8.9万亿元 也是稳步增长 四是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坚定推进 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发布实施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的 十六条和科创版的八条等一些政策措施 也配合做好创投的建设相关的工作 也更好地发挥并购重组的作用 今年五月以来 全市场披露的一些重大的重组案例 就达到了近五十单 市场反响还是比较积极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做出了战略部署 证监会将坚持强本强击严监严管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 促保稳定 不断地健全投资和融资 相协调的资本市场的功能 更好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重点抓好三个突出 一个是突出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树立回报投资者的鲜明导向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 加快投资端改革 推动构建 长前长头的政策体系 为何我们还会发布 关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 我们也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工具箱 手牢风险底线 二是突出服务实体经济回升向好 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聚焦服务新制生产力等重点领域 用好股票债券期货等多种的资本市场工具 多做并局来活跃并购重组市场 我们回头还会发布一个 关于促进并购重组的六条措施 我们将努力 会同各方面一起来畅通 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木头管退 各环节的循环 三是突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坚决打击财务造假 操纵市场等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 同时在代表人诉讼 先行赔付等这些方面 也争取能够落地更多的示范性的一些案例 我就先跟大家简要介绍这些 回头再跟大家交流 谢谢 谢谢吴主席 下面我们就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 所在的新闻机构 请大家开始举手提问 先第二排吧 第二排这位 谢谢主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是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今年以来 人民银行已经实施了三次比较重大的货币政策调整 刚刚潘行长也提到了 下一步将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这些总量政策将对稳增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 能够请您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呢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做您的继续下调查 我们知道我们的继续下调查 我们的继续下调查 支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二个因素是价格层面 也是我们在设计货币政策公布之中的 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要推动价格的温和回升 第三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就是我们要兼顾 支持尸体经济增长和银行业自身的健康性 要在这中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第四个就是汇率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 在合理增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注重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 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更好的发力见效 这是主题我在开展杯中提到的几项政策的宏观 货币政策总量政策的几项调整 我现在详细地再说一下 第一个关于降低存款准备经历 今年的二月份 我们下调了存款准备经历是0.5个百分点 这一次存款准备经历 你再次下调 0.5个百分点 这个0.5个百分点 可以向金融市场提供 长期流动性是1万亿元 目前金融机构加传平均存款准备经历 是7% 它是个加传 大型银行的 大型银行的目前它是8.5 那么这一次改了以后 它将从8.5降到了8% 中型银行现在是6.5 这次改完以后从6.5降到6% 那么农村的金融机构 在几年之前 它已经都在执行5%的存款准备经历 所以这一次就不再不属于调整的 这个范畴 那么这一次减准政策施施之后呢 银行业的平均存款准备经历呢 大概是6.6% 这个水平与国际上的主要经济体的央含相比 我们这个水平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在存款准备经历的这个工作上 同时呢我们再也会跟注情况 再进来要调一个0.5 那么我们会再跟注到年底之前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也跟注这个过程的这个情况 有可能进一步再下调 0.25到0.5个百分点 第二项政策呢是关于降低政策利率 目前的公开市场7天7的利回购操作利率 目前是央行的主要政策利率 7月份呢我们将7天7的利回购操作利率 从1.8下调到了1.7 那么这一次呢下降20个点 从1.7调到1.5 那么在市场化的利率的调控的这个机制下 政策利率的调整 将会带动了国内市场基准利率的调整 预计了本次政策利率调整之后呢 将会带动中期借贷便利 就是那个麻辣粉 中期借贷便利 将会带动了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下调 大概会在0.3个百分点 预期 与我们预计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就是LPR 还有存款利率 等也将随之下行 0.2到0.25个百分点 那么这次的利率调整 对银行近息差的影响 总体的保持中性 下调 存量翻贷利率 将减少银行的利息收入 但是同时大家也知道 它会减少客户的提前还款 央行降卷 相当于呢 为银行直接提供低成本的 长期的资金运用 中期借贷便利 和公开市场操作的 是央行向 是央行向一山野银行 提供中短期资金的主要方式 利率的下降了 也将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 此外呢 预期的这个 我刚才所讲的 贷款的 预期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 存款的利率呢 将会对称下行 另外呢 前几次的存款利率 我们通过利率市场自立机制 引导的存款利率的这个下行 它形成的重新定价的 所产生的效果 将会累计显现 因为这个存款的利率的 重新定价要比贷款慢 所以在我们前几次 引导存款利率下行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退移 它的这个重定价呢 会累计显现出来 所以在我们政策调整的 方案设计中的 人民银行的技术团队 经过多人认真的量化分析评估 政策变化 对银行收益的影响为中性 就是这次利率调整的 对银行收益的影响是中性 银行的进息差 将保持基本稳定 谢谢 继续提问 先我面前吧 第一排 您好 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 二世界三中全会提出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 资本市场功能 支持长期资金入市 有关方面一直也在呼吁和推动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请问下一步如何更好推动 中长期资金入市 促进投融资平衡 谢谢 吴主席 好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 长钱确实非常重要 中长期资金的投资运作 专业化程度高 稳定性强 对于客服市场的短期波动 发挥资本市场的 这个稳定器 压仓时的作用 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 证监会大力促进 发展全益性的公募基金 会同有关方面 持续地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也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效 到今年的8月底 权益类的公募基金 保险基金 保险资金 各类养老金等 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合计持有 i股流通市值 有接近15万亿元 比起2019年初的 这个数字增长了 一倍以上 占i股流通市值比例 从17% 提高到22.2% 这其中非常突出的是 这个全国社保基金 它成立以来 在境内的股票市场的投资 平均的年化收益率 达到了10%以上 所以这个全国社保基金 也成为我们 i股市场上的 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的一个典范 当然同时 我们也看到 资本市场 当前主 长期资金的总量 还是不足的 结构也不够优 引领作用发挥 也不够充分 等等 这些问题 也是依然是比较突出的 长前长头的 这样的一些制度 环境 还没有完全形成 为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打通 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痛点 读点 最近在 和有关部委的 大力支持下 政监会 等相关部门 制定了 关于推动 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指导意见 近日 很快会印发 关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相关的一些安排 包括 刚才 班长讲到的 也提到 有关联的 云泽同志 一会儿 可能也会跟大家介绍 这些有一系列的 关于支持 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这样的一些安排 他相信他的环境 会不断地优化 总体来说 还是找眼于 长前更多 长前更长 回报更优 这样的一些总体目标 来去 进一步地 促进 中长期资金入市 在这个 即将发布的 指导意见里面 重点提出了 这么三个方面的 一些举措 一个是大力发展 权益类公布基金 重点是 督促 基金公司 进一步端正 经营理念 坚持投资者 回报导向 着力提升 投研和服务能力 创设更多的 满足老百姓 需求的产品 努力为投资者 创造 长期收益 近期 我们大家可能 也关注到 新发行了 有十支 这个中正 i50 ETF 也是 很受市场的欢迎 很快就达到了 目击的上限 每一家都是 下一步呢 我们还会 进一步优化 全一类基金产品的注册 大力推动 宽基的ETF 等一些 指数化产品的创新 同时 适时推出 更多的 包括 投资于创业版 科创版 等 一些 这个 中小型 中小盘的 这样的一些 指数基金产品 也更好的 服务投资者 更好的 也服务 国家战略 服务于 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呢 我们还推动 公募行业 稳步降低 综合费率 这也是 近期被讨论 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现在已经走了 两步 后面还会有一步 这个通过 稳步降低 综合费率 来更好的 让力投资者 回报投资者 二是 完善 长前长头的 制度环境 重点是 提高对 中长期资金 权益投资的 监管的包容性 全面落实 三年以上的 长周期考核 打通 影响保险资金 长期投资的 制度保证 制度障碍 促进保险机构 来做坚定的 价值投资者 为资本市场 提供稳定的 长期投资 同时也引导 多层次 多支柱 养老保险 体系 与资本市场 良心互动 完善 全国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 保险资金 投资 政策 制度 鼓励企业 年金 基金 根据持有人 不同年龄 和风险 偏好 来探索 开展 不同类型的 这样的 差异化的投资安排 三是 持续改善资本市场 生态 重点是 多挫并举 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和上市公司 的投资价值 完善机构 投资者 参与上市公司 治理 等一些配套的 制度安排 同时 严厉打击 各类的 违法 违规的行为 来塑造 中长期资金 愿意来 留得住发展的好 这样良好的市场生态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 各相关的部委 相关单位一起 进一步加大工作 推进的力度 来确保各项措施 能够落实落地 谢谢 继续提问 还是第一排吧 感谢主持人 拿一下话筒 感谢主持人 21世纪经济报道 提问 我的问题是 大型商业银行 在金融体系中 举足轻重 请问金融管理部门 近期对于促进 大型银行 稳健经营 会采取什么措施 今年6月份 国务院印发了 促进创业投资 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 提出扩大大型银行 下设的金融资产 投资公司的 股权投资试点范围 请问采取了 哪些相关落实举措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确实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大型商业银行 是我们国家金融体系中 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 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 压仓石 当前的大型商银行 经营发展本件 资产质量稳定 主要的监管指标 都处于健康期间 大家知道 资本是金融机构 经营的本钱 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基础 和抵御风险的屏障 近年来大型商银行 主要依靠自宣利润流存的方式 来增加资本 但随着银行减费 让利的力度不但加大 净息差有所收窄 利润增速逐步放缓 需要统筹内部和外部等多种渠道 来充实资本 为巩固提升大型商银行 稳健经营发展的能力 更好地发挥 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金作用 经研究 国家计划对六家大型商银行 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将按照统筹推进 分期分批 一行一策的思路 有序实施 我们也将持续督促 大型商银行 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强化资本约束下的 高质量的发展能力 当前 我国社会融资总额中 间接融资 仍然占据主体地位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走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 尤其是科创投资的发展之路 前期 大型商银行下设的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已在上海开展股权投资试点 探索了路径 积累了经验 也锻炼了队伍 已经具备扩大试点的条件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部署 为切实发挥 试点的引领带动作用 鼓励发展 创业投资 我们拟采取 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来加以推动 第一呢 就是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将试点范围 由原来的上海 扩大至北京 等18个科技创新活跃的 大中型城市 第二呢 就是放宽限制 适当放宽 股权投资金额 和比例限制 将表内投资占比 由原来的4% 提高到10% 投资单支私募基金的占比 由原来的20% 提高到30% 第三呢 就是优化考核 指导先关机构 落实禁止免责的要求 建立健全 长周期 诧异化的绩效考核 下一步 我们将及时总结经验 继续研究 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 同时不断优化配套政策 积极推动更多的项目 尽快落地 我就回答到这 谢谢大家 好 继续提问 好 这边第四排 这边 这边的问题 对 好早上,我從 Reuters 房價值每月下降 貨幣的貨幣增加在中國的貨幣上 在很多中國城市 除了所有的措施 提供新購物 和貨幣的貨幣的貨幣 我的問題是 和貨幣的貨幣達到貨幣的貨幣的貨幣 謝謝 請翻譯一下 路透社記者提問 儘管中國政府出台了許多政策 吸引購房者 並減少房主的貸款負擔 但中國的房價仍在持續下跌 在部分城市房價總價出現兩位數跌幅 請問中國金融監管機構 是否認為已經到了貨幣政策出台的節點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也是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也是社會的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 那麼從金融的角度 我們是主要是基於我們的職責 主要是從金融的角度 支持房地產市場的風險化解和健康發展 那麼最近這幾年來 人民銀行不斷完善 繁地產金融的宏觀審慎政策 從供書兩端綜合實測 我們多次的條件 個人住房貸款的再低首付比例 降低這個貸款利率 儲銷利率政策下限 包括今天我們又就進一步的 宣布了這個相關的政策 設立保障性住房貸貸款 支持收購層量商品房等系列的政策 為落實中央的 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的決策部署了 這一次呢 人民銀行我們會同金融監管總局 出採了五項房地產金融的新政策 那麼第一項就是引導銀行降低成量房貸利率 去年八月份呢 人民銀行推動商銀行有序的降低成量房貸利率 效果呢是比較好的 今年五月十七號 全國反貸利率的政策的下限放開之後 原來在暗戒貸款呢 它是在RPR的這個基礎上加減點 它是有一個 全國是有一個政策的下限 在五月十七號那一次那個反改的新政 那一輪改革中呢 我們把這個下限給取消了 那麼新發貸貸利率呢 在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在基礎上減點幅度來擴大 利率水平呢大幅度下降 所以再一次的拉大了這個新腦繁貸的這個立場 再一次拉大了新腦繁貸的立場 尤其是在這個北京 上海深圳 廣州 廣州這樣的一些大城市 原來呢他們這些大城市 它的這個加點的幅度呢 是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 那麼那一次調整以後呢 所以它的這個這些大城市 它的這個新發貸的暗截貸款 和原來的層量的這個暗截貸款 這間的這個利差呢更大 那麼對此呢 人民銀行力指導銀行的 對層量發貸利率呢 進行批量調整 將層量發貸利率 降至新發貸貸款利率的附近 我們預計呢 平均下降的幅度呢 大概在0.5個點左右 那因為之所以說是平均呢 因為這個利率呢 它在不同的時期犯的 190.5呢 180.5呢 2200年不同的時期 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銀行 它發貸的這個層量貸貸利率的水平 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這個下降 我們預測的這個呢 下降的幅度呢 是一個預期的平均數 銀行下调了層量貸貸利率的 有利於進一步 減低借款人的貸貸利息支出 我們預計了這項政策呢 將匯集5000萬戶家庭 1.5億人口 平均每年每年呢 減少家庭的利息支出 總數啊 大概在1500億 1500億左右 有助於呢 促進的擴大消費和投資 也有利於減少提前的還貸行為 同時呢還可以壓縮 違規置換層量貸貸的空間 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傳譯 維護房地產市場 平穩的 平穩健康的秩序 那麼我們近期呢 會發這個文件 正式的發這個 怎麼去調整的這個文件 那麼這件事呢 因為它設計的人很多 所以銀行呢 也需要有一定的時間 進行必要的技術準備 就是我人民銀行這個文件 發完了以後呢 銀行需要一定的時間 進行技術準備 所以呢這個 我們老百姓啊 別今天下午就跑銀行去了 是吧 上午班班長已經說了 下午就跑銀行 估計他很難給你 馬上能跟你辦這個事情 需要有一點的這個時間 同時呢 下一步呢我們也在考慮 我們將指導商银行呢 文上按揭貸款的定價機制 由銀行客户拴翻 基於市場化的原則 自主歇山 進行動態的調整 這是房地產的第一個政策 第二個政策呢 統一房貸再低首付比例 至15% 為更好的支持城鄉住民 甘性和多樣化的 改善性住房需求 全國層面的商業性 個人住房貸款 將不再出分二套房 首套房和二套房 在低首付比例 統一為15% 原來呢那個 5月17號以後 那個一套 首套房的已經是15%了 那麼 當時的這個 首二套房是25% 那麼這一次呢 就把一套房二套房 統一了 統一為全部是15% 那麼這裡我想說明兩點的 各個地方可以因誠失策 自主確定是否採取 差別化的安排 並確定 霞處內的再低首付比例的下限 因為全國的這麼大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之間呢 地區之間 它的這個 反地產的情況呢 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所以這是 講的 地方政府 它可以 採取一個差別化的安排 確定霞處內的 再低首付 在全國底線的基礎上 確定霞處內的 首付比例下限 另外一點 就是商業銀行 根據客戶 風險的狀況 狀況和意願 與客戶歇山確定 主體的 首付比例水平 因為我們確定的 15%只是一個 最低的首付比例 那麼商業銀行 它要基於對客戶的 這個風險的評估 那麼它可能 比這個水平可能會高 那麼也有客戶了 他說我 我有錢 我可以付30% 收付比 那麼我想這是 商業銀行和個人之間 它們的一種 市場化的一種磋商 第三點政策的 延長兩線 房地產金融政策文件的期限 2022年 2021年 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總局 出台了金融16條 經營性窩業貸款 這兩項政策 應該說 對促進 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 對於化解 房地產市場的風險 還是起到了 比較好的作用 那麼其中的 凡企乘量融資展期 經營性窩業貸款等 階段性的政策 原來按照那個文件 是到2024年12月31號 它就到期了 那麼我們這一次做出決定的 和金融監管總組一起 把這兩個文件的到期日 從2024年的12月31號 延長到2026年的12月31號 這是第二項 第四項 是優化保障性住房再貸款的政策 在5月27號 人民銀行宣布了設立 三千億元保障性住房再貸款 引導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 法制化的原則 支持地方國有企業以合理的價格 收購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用作配售性和配租性保障性住房 應該說這是房地產市場去庫層的一項重要的舉措 為進一步增強對銀行和收購主體的市場化激勵 我們準備了 將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政策中 人民銀行出資的這個比例 原來是60% 就是商銀行放100億 可以人民銀行提供60億 現在我們把它提高到100% 商銀行放100億 那麼人民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100億 加快了推動了商品房的去庫存的這樣一個進程 五是支持收購反起層量的土地 再將部分地方政府專線債轉用於土地儲備基礎上 研究融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貸款 支持由條件的企業市場化收購反起的土地 狂活層量用地緩解反起的資金壓力 在必要的時候呢 也可以由人民銀行提供的再貸款支持 那麼這項政策呢 我們和雲泽主席這一期呢 還在研究這項政策 好 謝謝 謝謝 我回答完畢 繼續提問 這邊吧 一二排這位女記者 謝謝主持人 北京新年報記者提問 關於小微企業 我們注意到近期國家關於小微企業的融資方面 出台了很多的支持政策 那金融機構也加大了服務力度 小微企業的融資呈現出了量增面闊價穩的態勢 但同時部分小微企業也反映 他們依然存在著堵點和卡點 那想知道在這方面 金融監管總局有沒有什麼針對性的措施 謝謝 好 謝謝你的提問 小微企業聯繫千家萬戶 是穩定經濟 促進就業 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我們會同胖長這邊 持續加強政策引領 協同多方發力 改進小微企業的融資服務 截止到今年的8月末 全國普惠型的小微企業貸款余額 突破了30萬億 達到了31.9萬億 較2017年末翻了兩番 平均利率也累計下降了3.5個百分點 為進一步打通中小微企業融資的堵點和卡點 總局呢將重點從兩個方面來採取措施 第一個方面呢就是會同國家發改委 建立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協調的工作機制 這個機制呢可以說是借鑒了前期的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的經驗 在曲線層面建立工作專班 專班呢要兩手簽 一手呢簽企業 開展千起萬戶大走訪活動 深入了解小微企業的經營情況和實際困難 尤其是全面摸牌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 一手簽銀行把依法合規經營有真實融資需求 信用狀況良好的小微企業推薦給銀行機構 銀行機構要及時對接 原則上一個月內完成受信審批 確保信貸資金直達小微企業 真正打通會起立民的最後一公里 第二呢就是優化無還本續貸政策 2014年原銀監會發布了小微企業的續貸政策 這個政策俗稱啊叫36號本 明確呢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 貸款到期後仍有融資需求的可以申請續貸 也就是說小微企業在貸款到期後 無需償還本金即可接續融資 該業務啊在坊間也被稱為無還本續貸 應該說該政策呢是深受小微企業歡迎的 在推動小微企業融資方面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對續貸政策進一步優化 第一呢就是將續貸的對象 由原來的部分小微企業擴展至所有的小微企業 貸款到期後有真實融資需求 同時又存在資金困難的小微企業 符合條件的均可申請續貸支持 第二呢就是將續貸政策階段性 擴大到中型企業 期限呢暫定為三年 也就是對二零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前 到期的中型企業流動資金貸款 都可以參照小微企業的續貸政策 第三呢就是調整風險分類的標準 對依法合規持續經營信用良好的企業的貸款 辦理續貸展期不因續貸單獨下調風險分類 為確保中小企業信貸的相關支持政策 真正實時到位 特別是解決基層信貸人員 開展中小企業受信業務時的顧慮 總局近期啊我們剛剛發布了 普惠信貸禁止免責制度 細化禁止免責的相關情形 以充分調動基層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努力形成感代 願代 能代 會代的長效機制 但是我就簡要回答這些 謝謝 繼續提問 後面一位記者吧 第四排這位 對 穿粉衣服的這位女記者 謝謝主持人第一財經提問 那麼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新建立這個 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啊 那麼想了解一下 目前有什麼樣的最新的進展和成效 然後下一步我們還有哪些工作考慮和新的舉措 謝謝 是不是還是暈的就 好 謝謝你的提問啊 剛才其實龐長已經就我們今年 房地產相關的一些金融政策 做了比較系統全面的回答 為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啊 事關經濟金融的大局 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近年來呢 我國房地產市場 供求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 銷售的持續放緩 導致呢 房企的流動資金緊張 部分呢 已受再建的項目 難以按期交付 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總局啊 總局啊 會同駐建部建立了 城市的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 這個機制的最大的特點 就是以城市為主體 以項目為中心 將房企集團的風險 與房地產項目的建設 區分開來 充分發揮屬地政府的 統籌協調作用 把合規的 再建已受項目 納入項目白名單 引導金融機構 滿足房地產項目的 合理融資需求 推動項目 建成完工和交付 切實保障 廣大購房人的合法權益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城市協調機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截至目前 商银行已審批白名單項目 超過5700個 審批通過融資金額 達到1.43萬億 支持400余萬套住房 如期交付 在協調機制的帶動下 金融機構對房地產行業的支持力度 也在不斷擴大 截至到8月末 我們今年的房開貸 也就是房地產開發貸款 較年初實現了正增長 扭轉了幾年來 房開貸持續下滑的一個態勢 房地產的併購貸款 和住房租賃貸款 也分別增長14%和18% 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持 同時 為積極支持 剛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剛才庞長也介紹了 我們會同人民銀行 指導各地各家金融機構 因程施策 來調整相關的房地產金融的政策 下一步呢 我們也會配合人民銀行 積極的推進 穩妥 降低存量房貸的利率 以進一步減少 居民的房貸支出 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下一步呢 我們將堅決貫徹落實 党中央國務院 關於房地產工作的決策部署 進一步推動 城市融資協調機制 落地建效 切實做到 應進進進 應待進待 應放進放 堅決打贏保交房的攻堅戰 促進房地產市場 平穩健康發展 謝謝大家 繼續提問 第一排這位男記者 謝謝 紅星新聞記者提問 當前市場 十分關注上市公司的併購重組 剛剛也提到說 要多挫並舉 活躍併購重組市場 監管部門近年來一直在推進 並購重組的市場化改革 請問接下來 證監會還會有哪些具體的舉措 以更好的激發 資本市場 並購重組的效率和活力 謝謝 好 謝謝您的問題 並購確實是資本市場的大事 或者說資本市場 通過促進企業並購 來進一步地促進 資源的有效配置 是資本市場一項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特別是當前在全球產業變革 加快推進 我國的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也在加快推進的背景下 這個急需發揮好 企業的併購重組的 這樣的關鍵的作用 來助力產業的整合 和提值增效 新的國九條 對活躍並購重組市場 做出了重要的部署 為進一步地激發並購重組市場的活力 證監會在前階段 廣泛調研的基礎上 聽了各方的意見 這個研究制定了 剛才提到的這個併購六條 也就是關於深化上市公司併購重組 市場改革的這個意見 這個堅持市場化方向 更好發揮資本市場 在併購重組中的主渠道的作用 這意見裡面的主要內容 一個是大力支持上市公司 向新值生產力方向 來轉型升級 證監會將積極支持上市公司 圍繞戰略性新型產業 未來產業等 來進行併購重組 包括開展基於轉型升級等目標的 跨行業的併購 以及有助於補鏈強鏈 提升關鍵技術水平的 未盈利資產的收購 這裡面一個是跨行業併購 那就是未盈利資產的收購 也是可以的 確實在需要的情況下 在補鏈強鏈提升關鍵核心技術 這些方面的需要的情況下 我們將引導更多的資源要素 向新值生產力方向來集聚 二一個是積極的鼓勵上市公司 加強產業整合 我們國家 其實是全球唯一的一個擁有工業門類的 全部門類的 大小門類的國家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 部分的產業大而不強 多而不優 資本市場在支持新興行業發展的同時 也將繼續助力傳統行業 通過重組來合理的提升產業的集中度 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 對上市公司之間的整合的需求 我們也將通過大幅的簡化審核程序 等等這樣一些方式來給予支持 同時也通過鎖定期的反向掛鉤等一些安排 來鼓勵私募投資基金來積極的參與并購重組 三是進一步提高監管的包容度 這也一直是市場上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 證監會將在進一步的遵守規則的同時 也尊重市場規律 經濟規律 創新規律 對重組估值 業績承諾 同業競爭 關聯交易等等一些事項 要進一步的根據實際情況 來提高相關的包容度 更好發揮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 四是下大力氣 提升重組市場的交易效率 當前可用於重組的支付工具 應該說也比較豐富了 除了現金以外 有股份 可轉債等等 接下來證監會 將支持上市公司 根據交易安排的具體需要 來分期發行股份 股份可以分期發行 也可以發行可轉債等等 這樣一些支付工具 分期支付交易對價 分期配套融資等等 來進一步提高交易靈活性 和資金的使用效率 同時呢 建立重組的簡易審核程序 對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重組 大幅的簡化審核流程 縮短審核的實現 也提高重組的效率 此外 活躍并購重組市場 也離不開中介機構的功能發揮 證監會將引導證監公司等 一些中介機構 進一步提高服務水平 充分發揮交易撮合 專業服務等等一些功能 助力上市公司 實施高質量的并購重組 證監會呢 也將依法做好監管工作 同時打擊各類的違法 違規的行為 切實維護 重組市場的秩序 有序的開展重組 也有利有效的 保護好中小投資者的合法的權益 我回答這些 謝謝 繼續提問 好 後面第四排 後邊上那位 對 對 好 請翻譯翻譯一下 請問是否對中國貨幣政策的 進一步寬鬆 提供了空間 人民銀行如何判斷 美聯儲降息 對中國外匯市場的影響 謝謝 好 謝謝你的問題 那麼近期來 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的 進行了調整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人民幣有匯率的這個貶值的壓力 明顯地緩解 而且轉向了伸持 9月18號 美聯儲降息了50個基點 這也是過去的幾年中 一個在美聯儲始終出一個 加息的週期中的首次降息 同時的 像其他的一些 國際上其他的一些主要的 中央銀行 像歐央行 他六月以來 已經兩次降息了50個基點 英格蘭銀行 8月降息25個基點 還有加拿大 月典 銀行呢 也轉向了這個降息 所以 除了日本央行之外 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 都進入了這個降息的周期 所以 美元升值的動輪減弱 美元指數整體的回落 那麼 8月以來呢 美元的指數下跌了3% 目前呢 在101左右呢 在徘徊 那麼 隨著國內外貨幣政策 周期差的收斂 人民幣匯率的 基本穩定的 外部壓力的 明顯減輕 那麼 9月 23號 就前兩天呢 現在大概 美元 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大概在7塊05分左右 8月份以來的 升值了2.4% 匯率的問題來 它是一個比較 匯率來 它是一個 貨幣之間的一種 比較關係 它的這個 影響的因素呢 是非常多元的 比如說 經濟增長 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 地緣政治 偷發的風險事件等等 這些呢 都會對匯率的 產生影響 那麼從外部的情況看 受各個國家的經濟 經濟走勢的這個分化 美國大險 等地緣政治的這個變化 所以國際金融市場 波動的這個影響 至於外部環境和美元的走勢呢 它的不確定性 還是依然存在 那麼從中國國內的形勢來看 那麼我們原本 人民幣匯率來 還是有一個比較堅實 穩定的一個堅實的一個基礎 那麼從宏觀層面來說呢 經濟回穩向好的態勢呢 將進一步鞏固和增強 那麼我們這一次 人民韓出台的一個 比較強的這樣的一個 貨幣政策 它將會有助於支持實體經濟 促進住民消費和提振市場信心 第二呢就是我們的國際收支方面呢 還是保持的基本平穩 上半年的經產賬戶的順差 與GDP的比是在1.1% 應該說處在一個比較合理的處間 那麼外匯這些年來 我們人民銀行外匯局呢 也非常的重視外匯市場的這個建設 那麼市場的參與者更加的成熟 交易行為也更加的理性 市場的韧性的顯著的增強 今年上半年呢 企業做進出口企業 做進出口的企業 它套期保值的比例 已經搭落了27% 那麼在它的貨物貿易中呢 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了 是佔了30% 那麼就意味著這兩個數是不重複的 如果把這兩個數加在一起 相當於說有50%的這個企業 它的這個在外貿的出口上 它的匯率的風險呢 受到的影響是比較小的 當然說我們人民銀行呢 我們正與人民銀行多次 向市場所闡明的 在人民幣匯率雙線浮動的背景下 市場參與者也要理性地看待匯率波動 增強風險中性的理念 不要抖匯率的翻線 抖單邊走勢 企業了要諸交主業 金融機構了要堅持服務好實體經濟 人民銀行在匯率政策上的逆場 我們是清洗的也是透明的 有這麼幾個要點 我們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之中的決定性作用 保持匯率彈性 第二我們要同時強化這個預期的引導 要防止匯率市場 外匯市場 形成單邊的一致性預期 並自我實現 反方匯率超條的風險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中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謝謝 繼續提問 這邊第四排 那位女記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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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CNBC記者提問 分析師認為中國國債利率下行 其中一個原因是市場對經濟增長放緩 以及貨幣政策寬鬆的預期 請問央行作何反應會採取哪些相應措施 謝謝 呃 這個問題呢 前期呢 現在這段時間稍微啊 平靜了一點 稍微前期這個問題 我記得差不多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炒的還是挺多的 我們人民銀行呢 也以實在的方式的和市場做了一些多次的這樣一些溝通 那麼前期的中國國債利率的下行 中國國債利率的下行 有了人民銀行通過政策利率引導市場利率下行的因素 也有前期呢 政府債賺的發行供給偏慢的因素 這一個多月比較快了 那麼前期呢 它是政府債賺的發行的供給是偏慢的 還有一些呢 是中小的市場的這個金融機構 風險意識彈幕 黑波作爛 嚴醇效應的因素 目前呢 中國的長期國債的收益率呢 在2.1%附近徘徊 那麼國債收益率的這個水平 是市場化形成的這個結果 人民銀行增重市場的作用 那麼同時呢這個也毫無疑問 它為實施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 營造了一個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但是我們應該要看到了 利率風險是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重要內容 美國的鬼谷銀行它是怎麼倒台的 那麼大家我覺得非常的這個 大家已經對這個案例是非常有意義的 大家也很清楚 它這樣的一個風險事件 歧視我們 中央銀行需要從宏觀省慎的決鬥 需要從宏觀省慎管理的決鬥 觀察 評估 市場風險 並採取失散的措施 弱化和阻礙風險的累積 這是中央銀行的一項重要的職責 目前國債收益率的出現 國債收益率曲線作為重要的價格型號 還存在它的遠端定價不充分 穩定性不足等問題 央行對長期國債收益率做風險提示 與市場加強溝通 是為了遏制陽群效應 而導致長期國債收益率單邊下行 可能潛殘的系統性風險 那麼維護債轉市場的良好的交易秩序 也是我們中央銀行的職責 近期了人民銀行發現債轉市場 存在一些操縱價格 出借賬戶 開展利益輸送等情況 我們將加大了銀行間債轉市場 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 並會失實地向社會公布 那麼我們前期來 我們交易商協會 已經向社會公開了幾個案例 那麼現在正在調查的過程之中 你當我們完成這個調查和處罰的過程 我們會向全社會公告 近年來呢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 債轉市場的規模和深度也逐步提升 央行通過二級市場 買賣國債 投放基礎貨幣的條件呢 已經逐漸成熟 那麼這個問題呢 我在6月19號 在那個 陸家賊論壇上 我已經向社會說了 我們這個工作的這個打算 那麼目前人民銀行 已將國債買賣 納入到我們的貨幣政策工作箱 並已經開始了嘗試著操作 那麼也很透明 大家我們怎麼操作的 人民銀行的網站呢 都是公開的 我們也在匯同財政部的 共同研究 優化國債發行的節奏 期限結構 托管制度的安排等等 我想這個人民銀行 將國債納入我們的這個 貨幣政策的工作箱 在二級市場來開展這個 國債的這個買賣 我想我們已經開始 當然說這個過程的 整個的過程 將會是一個漸進式的 謝謝 繼續提問 好這邊第三排 這邊有記者 對 謝謝我是鳳凰衛視的記者 我們關注到今年出台的新國九條 就上市公司提升投資價值 加強市值管理提出了明確要求 請問證監會下一步 將會如何推動相關工作 謝謝 謝謝您的問題 確實上市公司是市場之機 第一 上市公司為投資者創造價值 源源不斷地回報投資者 資本市場才能夠 興旺發達 證監會積極支持上市公司 改善經營效率 提高盈利能力 國院國資委呢 也正在按照一起一策 加大對央企上市公司的 市值管理的一些考核力度 上市公司呢 必須努力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公司治理的規範性 加強與投資者溝通 並且應當綜合運用 包括分紅啊 回購啊等等方式啊 來回報投資者 今年以來有95%以上的上市公司 都召開了業績說明會 有663家次公告中期分紅 達到了5337億元 有1500多家公司 實際實施了股份回購 這些股份回購 累計超過了千億元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提升投資價值 上市公司必須得 切實負起責任來 目前我們已經會同相關部委 研究制定了上市公司的 市值管理的指引 這個很快會把這個指引 拿出來征求意見 要要求上市公司 要依法做好市值管理 一是要求董事會要高度重視 投資者保護和投資者回報 通過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提高盈利能力 提高核心競爭力 來夯實市值管理的基礎 基礎還是經營管理的能力和競爭力 二是要求上市公司 積極運用 并購重組 股權激勵 大股東增持等等 這樣一些市值管理的工具 來提升投資價值 三是要求上市公司 要建立常態化的回購機制安排 鼓勵有條件的公司 提前安排好一些資金規劃和準備 四是要求長期破境的公司 要制定這個價值提升的計劃 評估實施效果 並且要公開的披露 形成一些市場約束 五是要求一些主要指出成分股的公司 要切實負起責任 制定好市值管理的制度 明確職責應對措施 來定期的披露 执行情況等等 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 我們說要加強市值管理 但同時上市公司和相關方 也必須要提高合規意識 不能以市值管理的名義 不得以市值管理的名義 來實施操縱市場 內幕交易等等 這樣一些違法違規的行為 我們最近將就市值管理之意 會公開的徵求意見 同時也會同相關部委 推動建立上市公司股份回購的 市場化的激勵約束的機制 來激發上市公司大股東 高管等相關主體的一些內生動力 來進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 謝謝 繼續提問 好 那邊第二排 那位記者 謝謝 封面新聞記者提問 保險公司是資本市場重要的機構投資者 近期國務院發布 關於加強監管防範風險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 提出要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優勢 請問金融監管總局 在推動險資長期投資改革試點 支持參與資本市場建設方面 有什麼新的舉措 謝謝 好 謝謝你的提問 國務院因為剛剛發布了新的保險的國池條 對保險的高質量發展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和系統的謀劃 我國保險業正迎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可以預見今後我國保險市場將不斷擴大 保險的密度和深度將持續提升 保險資金規模大 期限長 來源穩定 天然呢 具有耐心資本的屬性 必將成為支持資本市場 健康持續發展的價值投資者 資本市場呢 對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 無疑都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監管總局一直高度重視資本市場 積極引導 銀行 保險和資管機構 維護資本市場穩定 前期 經國務院同意 我們推動中國人壽 新華人壽 開展試點 共同發起 設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 募集保險資金 投資資本市場 該基金的註冊資本500億 已正式開始投資運作 目前進轉順利 下一步 我們將繼續支持 資本市場持續穩健健康發展 一是呢 擴大保險資金 長期投資改革試點 支持其他符合條件的保險機構 設立私募證券投資基金 進一步加大對資本市場的投資力度 第二呢 就是督促指導保險公司 優化考核機制 鼓勵引導保險資金 開展長期權益投資 第三呢 就是鼓勵理財公司 信託公司 加強權益投資的能力建設 發行更多長期限權益產品 積極參與資本市場 多渠道培育壯大耐心資本 謝謝 好 繼續提問 第一排吧 好 謝謝主持人 經濟日報記者提問 過去一段時間 中央匯金公司大量增持ETF 請問證監會怎麼看 謝謝 謝謝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應該由匯金公司來回答 匯金公司今天不在 我是從聖監會的角度來嘗試的說幾句 不一定能夠滿足您的需要 因為這個市場是高度透明的市場 大家都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 中央匯金公司在持續加大 對這個ETF的增持和投資 這個我想這從一定意義上 充分體現了國家投資機構 對培股市場的投資價值的高度的認同 這個應該說對穩定市場提振信心 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也注意到最近在境內外的很多 很多投資機構研究機構也都表示 這個認為 A股市場的估值還是處於歷史的低位 它的這個投資價值還是凸顯的 我想證監會啊 將會同有關方面 將進一步的支持 匯金公司加大增持力度 擴大投資範圍的有關的安排 也推動包括中央匯金公司在內的 各類長期中長期資金投資股市 剛才雲澤局長也講到保險公司等等 這樣監管部門也有一些安排 支持他們這個入市 提供更好的中長期資金入市的政策環境 也進一步的增強戰略性儲備力量 共同全力的促進資本市場的穩定健康的發展 謝謝 繼續提問 發布會已經進行一個半小時了 我們時間關係咱們最後一題吧 就第二排吧 謝謝主持人 金融時報記者提問 創設證券基金保險互換便利和專項代貸款 支持上市公司回購和主要股東增持股票的 主要考慮是什麼 央行將如何開展操作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為了維護了我國資本市場的穩定 提振投資者的信心 在結鑒國際經驗 與人民銀行自身實踐過晚實踐的基礎上 人民銀行與證監會 為金融監管總族協商的 創設兩項結構性的貨幣政策工作 支持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 這也是人民銀行第一次 創新的結構性的貨幣政策工具來支持資本市場 那麼第一項工具呢 就是正傳我們叫正傳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 那麼這項工具呢 支持符合條件的正傳基金保險公司 那麼這個參與的這個正傳基金保險公司呢 這個這個它會有證監會金融監管總局 他們按照一定的規則來確定就是參與這個項目的 使用他們的這個債賺 他們的股票ETF 他們持有的滬生三百成峰股 作為這些資產作為抵押 從中央銀行換入國債 央銀行票註這樣一些高流動性的資產 因為這些國債啊 央銀行票註啊 和它手上持有的那些資產 它在市場上的這種信用等級和它的流動性呢 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那麼這項政策呢 將會大幅地提升相關機構的 它的資金的獲取能力和股票的增持能力 很多機構呢 它手上有這麼多的資產 但是它資產的流動性 現在的情況下它是比較差的 那我給它換一個 有比較高質量的高流動性的這樣一種資產 將會大幅度的提升 他們的資金的獲取能力和股票的增持能力 首期的我們計劃的 首期便利 互換的便利 首期操作規模呢 是五千億元 未來的可視情況科大規模 我也跟吳清主席講 只要這個事做得好 對吧 第一期五千億 它可以再來五千億 甚至可以再搞第三個五千億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我們這個是開放的 通過這項工具 它所獲取的這個資金 只能用於投資股票市場 通過這項工具 它獲取的資金 只能投資於這個股票市場 這是第一項工具 第二項工具呢 就是创設了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 股票的回購增持再貸款 引導 這個创設這個引導商一看呢 向上市公司和他的主要股東 提供這樣一個貸款 用於回購和增持上市公司的這個股票 那麼這樣的一種操作的實際上啊 這個股東啊和上市公司 他回購或者增持這個上市公司的這個股票 那麼在國際的資本市場 它是一個非常頻繁的一種交易行為 中央銀行的 我們將向商銀行發販再貸款 提供的資金的支持比例呢 是百分之百 再貸款的利率是1.75 商銀行對客戶在犯這個貸款的時候 利率呢 會在2.25左右 我們人數它加0.5個百分之 那麼2.25大家也清楚 現在在這個利率水平也是非常低的 那麼首期的額度呢 是三千億 三千億 這樣如果這項公主用得好 我也跟吳青同志講 那個可以再來三千億 甚至可以再搞第三個三千億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要後面 要看它的市場的情況啊 要做一些評估啊 對 那麼這個公主呢 它用於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 混合所有制企業 等不同所有制的上市公司 我們不處分所有制 國企民企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 都可以參與這樣一個工具的使用 當然說做好這項工作的 人民營企業 將與證監會和金管局的密切合作 同時呢 也需要市場機構的合作 謝謝大家 謝謝三位發布人 謝謝各位記者旁邊的參與 今天的新聞發布會就到這裡 大家再見